寒流中人不要动到 这个毛孩子也不能动到 很多寺主非常的贴心 帮家里的毛小孩定制了床垫 跟狗睡在同一张床来取暖 日本宠物业者还推出了创意猫窝 那么冬天带动了许多宠物的保暖 商机成长了将近五成 现在宠物也有自己专属的电热毯和暖暖包 被吹风机热风吹得好享受 舒整蓬松的狗毛 虽然毛小孩全身都是毛 看起来好温暖 但气温直直落 冷得受不了 就连宠物都要跟主人睡在同一张床上 仔细看虽然是同一张床 但床垫可是特别订做款 在侧边开洞口挂上白色蕾丝窗帘 豪华床垫让民众大呼好享受 很享受的宠物 过得比人还要好 睡床部还不够保暖 现在还有宠物专用的宠物电毯 宠物专用电热毯 还必须经过防咬设计 跟人用的不一样 双面倒热的塑料材质 让毛小孩乖乖趴在上面取暖 我们只要把它放进去小狗的衣服里面 这样就不冷了 除了电热毯 还有宠物专用暖暖包 特别的温度设计 让毛小孩不过热 冬天让宠物保暖商品 业绩成长三到五成 电热毯的话 其实如果小狗他觉得热 他会离开 但是如果说暖暖包的话 他可能没有办法自行拿起来 所以主人要特别的注意 要为心安的毛小孩保暖 除了为他们准备可爱衣服 还有超豪华睡店 日本宠物业者还推出 超可爱被炉猫窝 可爱模样 让爱猫人士大呼卡哇伊 还留一泡泡 不只人要保暖 连宠物也要跟着一起暖呼呼 借公寓的主位姿 谭生报道